新一和记得金是唐兄弟 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是虎去一阵 当然我首先要表示 新一记得是唐兄弟这消息我也只是听说 毕竟我也没有亲自去创作电影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那这话题量绝对不会比昨年的《春爱记》稳低 这年代为了提高《春蓝》剧场版票房 官方也是够拼的 除了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春蓝》的时候 想说为什么记得新一长这么像 后来基本都没有想过他们俩会是一家人 我以为只是青山单纯的蓝 没想到两人的掌线还真就成了伏笔 去网传中他又坐在戏剧场版里回忆到 曾记得他从刚记事起 他爸妈也就是新一的爷爷婆婆就离婚了 家里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亲兄弟 也就是黑羽道一 两人之中优作跟着老妈道一跟着老爸 之后的日子几乎就是六个个的 而优作也从来没有对新一提过此事 谁能想到两兄弟一个成了侦探小说家 一个成了怪盗 而儿子一个成了侦探一个也成了怪盗 要是柯南知道是这样的情形 不知道在于何种态度来面对记得 怪不得我就说为什么柯南对记得有心电感应 每次人都没看到就知道对方来了 这么说来的话 突然想起这种事情已经不止在他俩身上发生过 回忆对修一假扮的冲事毛也有过这种反应 后来果真两人就成了表兄妹 在想想他对秦九也有这种感应 难不成 这简直不是正常人能想到的剧情 但我在想 秦三不是说过记得和柯南是两部漫画的角色 记得也只是来柯南里扣穿的而已 这么一搞怕是很难扯心两者的关系了吧 难道他从一开始就打算这样安排的吗 当然肯定不是 记得漫画比柯南早出道七年 即使是后来柯南出道过了许久才有了记得的戏份 肯定是看到记得在柯南里有如此高的人气 所以干脆就来一手堂兄弟这种稍稍做吧 那如果从长相来看的话 快心两人的女友小蓝和亲子也长得很像 甚至说他们两人的老爸小五郎和终身也长得像 难道他们也是一家人吗 这劳动简直越开越大